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算机程序设计 却让它变成了让学生狂热的快乐竞赛 这还是我一直跟学生说的 这是一种不带复旧感的游戏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陈岳 走进演播室 讲述一个快乐大姐姐的教育人生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教育人生 在浙江大学有这样一位老师 无论是五六十岁的老教授 还是他的学生 都亲切地称他为姐姐 是怎样的一位老师 又做了怎样的一些事情 而得到大家这样亲切地称谓呢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位老师 请到了我们在浙大的演播室 他就是快乐竞赛的创立者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陈岳教授 陈岳姐姐您好 其实我知道在学校里有很多人来称您为陈岳姐姐 其实刚才我这么叫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很亲切 你为什么会称您为姐姐呢 这中间我想一定有很多的故事 主要是心态始终还是像个学生一样 然后就是说主要的一个 可能跟他们通常见到的老师 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从上课讲课用的语言 也是跟学生比较接近的 因为我平时也跟在BBS上面 跟学生一起灌水 然后我们有很多常用的网络用语 比如说汉 我很汉或者很寒 然后我很嗨 然后这些词 就是说他们会觉得就是说 跟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距离 没有代沟 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代沟 对对对 因为平时跟他们交流比较多 然后我主要是摆的 把自己摆的一个位置 也是说跟学生是一个平时的 是一个平时的位置 不是说我是一个老师 所以我什么东西都比你先知道 所以我是你的先生 我应该是从上往下的 我在教育你 我在指导你 就是一般的老师跟学生是这么一个关系 是这么一个相对位置的关系 我可能基本上跟他们不是这种关系 所以他们会觉得 我可能不像个老师 我们什么玩笑都可以开 所以比较随便的 清晰的记得第一次看到陈月姐姐的情形 牛仔 体恤 微笑 丝毫看不出是一个威严的教授 严然是一个大姐姐的模样 曾经一个学生这样回忆 他初次见到陈月的印象 1990年 陈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 同年8月考入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研究生院 并担任助教工作 而就在大洋彼岸 一堂再平常不过的数学课上 一个美国学生的提问 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听说那个时候 你也曾经碰到一些学生起来 在现场会提起来 站起来会质问你一些问题 那个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这么一个问题 我也在很多课堂上 跟我的学生讲过这个故事 就是说我讲 我在讲一个常微分方程的问题 然后我来证明说这个方程 不仅教学生说怎么解它 而且要证明说 这个方程在什么时候解是唯一的 然后我就很费力的 那个时候没有多媒体教室 就是用黑板粉笔 然后我很费劲地写了 满满一黑板的证明 证明这个定理 说这个方程什么时候 它的解是唯一的 然后证完了回头问学生 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一个美国学生就说 他说你是学数学的 所以你需要知道 什么时候这个解是存在 而且它是唯一的 我是学工程的 对于我搞工程的人来说 我是不是就说 我只要解一个解出来就可以了 你告诉我 怎么把一个解解出来就好了 它什么时候 是不是唯一的关我什么事 我为什么需要知道 我为什么需要知道 那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就是说 在中国的课堂里头 不太可能听到这样的事 从那儿呢 就是说给我特别深的一个印象 就是觉得这样的问题 真是只有美国学生问得出来 因为他们是 他们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 真正做学问的态度 就是不太在乎说 我这个问题问得 是不是很offensive 就是会不会引起对方的那个 不高兴 不高兴 然后或者说 我问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很stupid 是不是很愚蠢 会不会让人家看不起 他们从来不考虑这个 他们什么问题都问 很精彩的问题也有 很笨的问题也有 但是他就是说 什么都敢问 一个在美国课堂上 再平常不顾的提问 让陈岳感受到了 东西方两种不同的 教育观点的差异 1996年底 陈岳留学回国 1999年在浙江大学 计算机系任教 面对着中国一流大学的课堂 面对着全国顶尖的大学生 他却遇到了和美国课堂 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 就我那个学期同时 在给两个学院上 同样一门课 分开两次两个班 一个是给 竹可真学院的学生 上数字分析 另一个是给 计算机学院的学生 上数字分析 在两个不同的时间 但是都是我上 上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在课堂上呢 问的问题 也是差不多一样的 但是中国学生呢 这个我也很习惯了 就是说经常是我问一个问题 然后下头没声音的 就你很难看到 有学生主动问我一个问题 那个是我一个很高兴 很开心的事情 居然有人问我问题了 在课堂上 那经常就是说 我问一个问题 下面一开始没声音 然后我就会鼓动大家 你想想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然后怎么怎么样 给你一些提示 然后我希望一个勇敢的人 能够喊一声 你随便说一句 说错的都不要紧的 然后就是没有人说话 就后来就是说 大概这样 当然也不是冷场了 我就没有说 坐在那一声不响 然后下面一声不响 那个气氛太恐怖了 我基本上 我的课堂上 基本上还是应该是 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就开了半天玩笑 连开玩笑带鼓动 半开玩笑半认真的 反正有的时候 也有点想刺激他们一下 怎么怎么就是 你到底是没想法呢 你还是胆子小呢 你怕什么呢 我又不认得你 对吧 你说错了 我不会给你扣分的 真的不会给你扣分的 你放心好了 我发誓 我不会给你扣分的 结果呢 过了好几分钟 然后最后还是说 我说好你们抢 我输了 我们还是继续往下讲课吧 就是通过这件事情 带给你是什么 就你想到的是什么 我想到的可能还是 我们教育的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老师传递给学生的 价值观可能就有问题 就是什么是被鼓励的 什么是要受到批评 或者让学生觉得可耻 觉得丢人 他觉得他犯了错误 说错了话 回答错一个问题 他觉得可能是非常没有面子 很丢人那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整个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递给学生这个信息的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观念 所以我一直以来给我的学生鼓励他们 我就说为什么不可以犯错误 犯错误是学生的权利 因为你不懂 你才到学校里来 你如果什么都懂了 那你过来教我 我还犯错误呢 我在课堂上 我作为一个老师 我有时候会讲错话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都可以犯错误 爱因斯坦都可以 他老人家都可以犯错误 为什么你就不能犯错误 很多人做事的态度 就是我宁可不做 我不要做错 做错了后果是很恐怖的 我不做还是比较保险的 就是这个整个给学生 就是说可能是不知道哪个教育环节 慢慢地给学生形成这么一个感觉 这点我觉得非常要命 很希望学生能够反过来这一点 一个小偷在A乘坐岸 并以最短路线逃往临近城市 最终逃离这个国家 警察会怎样力测 该小偷的逃跑路线呢 面对这样的情境 正在苦思冥想的不是警察 而是一帮浙大实验室里的电脑迷 利用实际生活场景设计考题 看谁能编写出一套计算机程序 给出解决方案 这是程序设计竞赛的基本形式 也是被浙大学生戏称为 玩得再多也没负罪感的游戏 有了这种反思以后 自己也在不停地探索 希望能有一种 能吸引学生的一种教学方式 您提出来有一个快乐竞赛的 一个方法 这个快乐竞赛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内容 快乐竞赛呢就是 首先我们是从一个竞赛 其实呢就是说 我从中国足球的那个米卢先生 那儿偷来的这句话 他说快乐足球 我当时觉得他这点说的 特别有道理 就是从体育竞赛到学科竞赛 凡是一说竞赛 就是中国人好像就是那种 应试的思维 他跟考试没区别就觉得 我只不过是应付了 另外一种考试 然后我要想赢这个比赛 我就可以就是说 好像说我功课也可以 课也可以不要听 然后什么都可以不要做 我可以全力以赴的 就是应付这个竞赛 应付到说 这个竞赛有什么样的题型 然后他这次竞赛是谁出的题 这个人以前出题的风格是什么 有什么特点 就完全跟高考的时候 这个老师让你怎么做卷子 怎么压题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我们老师出了好多作文题的压 说今年的作文题 往年已经出过什么样的题目了 今年很有可能考什么什么题目 就这种 我觉得就是说 整个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 很恐怖的感觉 因为考试给学生的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是恐惧 没有哪个学生 很少有学生欢天喜地地赶着去考场的 他都是觉得 去考试 然后一考完试就天哪 我可解放了 对吧 我总算考完了 我考的东西是什么 我都可以扔掉了 都可以忘掉了 就从这些细节里能感觉到 这中间是有问题的 是的 所以我就想的就是说 竞赛它本质是一个游戏 包括足球更加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学科竞赛 我也说它不是你的主业 它不是你生命的全部 甚至它不是你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它是一个游戏 然后你有这方面的特长 你玩得比别人好 那我们就去玩一下 然后给你一个拿奖 然后给你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 它不是一个很严肃 板起脸来 然后是一个很恐怖的事 我一直在说 我说这是一个竞赛 你千万不要在赛场上说 这是一个考试 怎么样做到这种快乐竞赛 从什么 就是说从哪个角度来做 我听说从编程上 就设置得非常有意思 和生活的很多细节结合起来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环节 都能够让学生觉得 有效的冲动 比如说 比如说题目 我可以把一个很严肃的算法 藏在一个很搞笑的故事里面 我题目的描述是讲一个故事 然后我说我这个故事完了以后 就要解决一个问题 然后你怎么解决问题 选择什么算法 那是学生自己的事情 他要判断出 但是他读题的过程通常会哈哈笑 因为那个故事会写得很好玩的 我跟另外一个男老师 叫温凯老师 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外号 叫做Fat Mouse 胖老鼠 胖胖鼠 然后我就经常拿这个胖胖鼠老师 开玩笑 然后我就经常以说 这个胖胖鼠最爱吃的食物是找挖豆 然后他就不断地要去 就是去找那些豆来吃 这个故事我编了一系列的题目 每个题目的标题 大概都是Fat Mouse and Java Bean 是很搞笑的故事 然后就是拿这个老师开开玩笑 他自己也很高兴 拿他开玩笑 而且这还是我一直跟学生说的 这是一种不带负旧感的游戏 是 就是玩的再多 也没有负罪感的一种游戏 你可以通宵达旦 他们真的玩这个 我说玩这个ACM ICPC上瘾的学生 就是也是跟打游戏一样 不吃饭不睡觉 他有的时候课也不想去上 就拼命地在寝室里头就写程序 那你这个就可以 如果他打通关了 就可以对他有非常大的作用吗 太大的作用了 人家很多单位都是认的 就是这个比赛 就ACM开头的这个程序设计竞赛 凡是以他这种形式举行的竞赛 已经在业界里面 有非常好的口碑 所以各大企业 都很看重这个比赛的成绩 就是像那个 我的一个学生 就是软件学院的一个学生 就是讲个例子来说嘛 他本科毕业的时候 他是我这个集训队里面 在上海拿了一个银牌 然后本来我们学校的政策 当年是说 拿到银牌是可以保送研究生的 他一直想读研究生的 然后所以他根本没去找工作嘛 他就等着保研 但是他那个银牌来得太晚了 过了截止日期 结果他就保研没保成 没保成怎么办呢 然后他说我又没找工作 那只要先去考研考一下吧 结果这家伙 专业课考过了 非专业课挂掉了 他没考上 我说你这个事情闹得 然后他说怎么办 那我就替他想办法 那我就上上下下到处去跑 找了教务处 也找研究生院 大家一起帮他想办法 我说这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然后我是很希望把他留下来 然后他自己也很想留下来 然后同时另一方面 我说跟他说 你要做两手准备 很可能是没戏的 你要想去找工作去了 他去找工作 我帮他跑这边的事情 后来这个读研的计划有了 然后就研究生院和教务处 共同想了一个办法 怎么样能够帮他 有一个在这大读研的机会 给了他一个机会 但是那个时候 他来告诉我说 姐姐不好意思 他说Trilogy公司 要我年薪14万 就从这件事情上 也能证明 这个快乐竞赛的 这个结果是非常好的 对 而且他这个比赛的成绩 对他找工作是相当有帮助的 他就是说能够 本科毕业 就能够拿到年薪14万的工作 就是因为他参加这个比赛 因为对方的面试官 是曾经参加这个比赛的 就是他是一个欧洲人 但是他也是参加这个比赛的 一个退役的老队员 在那个公司里面 他就是做算法的 所以他面试的时候 问的全部是你算法的问题 那你是我这个集训队出来的 他太上便宜了 都问到他的强项了 发现做这样的程序题 是消磨时间最好的方法 而且不像玩游戏那样 有负罪感 对于我这样的菜鸟 它所能给我带来的 除了长时间的郁闷和短暂的快乐 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我发现自己已经欲怕不能了 快乐让原本枯燥的计算机程序 设计变得充满乐趣 快乐无疑又是一针强心技能 让学习的乐趣变得更加强劲有力 一个曾经发誓再也不学计算机程序的学生 也在快乐竞赛中发生了巨大的蜕变 我听说有一个同学发誓 好像在中学的时候受到过一点刺激 说发誓再也不做编程的这个事情 后来也被你拉到团队里头去了 还记得这个同学吗 他当年是 我不知道我说算不算抱他的隐私 不过我想他是公开写出来的 我是在公开场合看到的 所以应该无所谓 就是他中学的时候可能参加 这个星期学奥林匹克竞赛 好像是以很微弱的差距 好像一分之差没进国家队 然后当时他非常的沮丧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 他想这辈子再不要写程序了 受到打击了 受了很严重的打击了 觉得这辈子再不要写程序了 然后我在组织第一届校内比赛的时候 他其实根本不想来 他同寝室的一个同学特别想来 然后知道他很强 于是把他拖到赛场来 然后拖来报名 然后拖来比赛 就他也没准备 然后随便比了一下 好像就拿了个一等奖 然后因为他成绩不错嘛 所以我比赛以后就去找他 然后我跟他说 就是说我给每个比赛不错的学生 我都会主动的去发邮件啊 或者打个电话啊 去问问他 我说暑假有个集训 蛮好玩的 你要不要过来 然后别的学生都是很高兴的 说好啊 好啊 我过来啊 然后就他说我不想来 我说为什么不想来呢 他说是这样子 我想参加数模竞赛 数学建模比赛 我不想参加你那个竞赛 然后我觉得你那个可能也挺占我实际的 我时间不够吧 他就是找借口 他不想参加 那我跟他说事情是这样的 我说我这个比赛呢 应该来说还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先来看看 你如果觉得好玩的你就留下 你如果觉得不好玩的你就消失 如果说因为我看 发现他是一个比较内向 有点害羞的学生 然后我说如果你觉得 你不好意思当面跟我说 说老师我下次不来了行不行 你不好意思说这个话不要紧的 你不需要跟我说 你不需要跟我打任何招呼 只要说我们下一次活动你不出现 就可以了 慢慢的就说总是有人走 有人来 我这个门是 我根本就没有门 我说我这个厂厂得很大 厂完全敞开的 你随进随出 你哪天高兴你就来看看 不高兴了你就离开 所以你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真的已经算是苦口婆心了 而且他就是说狂热到什么程度 就是那个暑假我给所有学生布置的任务 是说四个星期 你给我到那个 当时西班牙有一个练习网站 我们自己的网站还没有建起来 我说你到西班牙那个网站上 过过四十道题 然后你就把你过的每一道题 发到我邮箱里来 来证明你过了 我看一下 结果就是我每天打开邮箱 唰一下 二十个程序 一定是吴家智发过来的 就每天二十个 每天二十个 然后我有一天 终于忍无可忍的 我回个邮件说 你干什么 你在轰炸我的邮箱吗 然后他回个邮件说什么 他说我就是怕把你的邮箱炸爆了 所以才一天给你二十个 没有一次给你四十个 对 我没把所有都给你 我才给你发二十个而已 真的是非常的狂热 后来就是看到他有一年 其实我也蛮感慨的 也觉得有点成就感的 就是有一年看到他在BBM上面 过年的时候 他好像写了一个 年终总结心情那样的 那样的一个短文 然后他就是说 那个时候他提到 他当初是想 这辈子再也不想写程序的 然后后来说 他说还是要感谢陈月姐姐 编程还是很好玩的 虽然陈月已经年过不破 虽然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 但是他还是喜欢别人 称他为姐姐 他常说自己没心没肺 没大没小 拥有着一份简单的快乐 但他却把这份快乐的理念 融入到教学当中 让快乐成为一种学习的乐趣 一种学习的动力 2001年浙大学子们 创建了国内首家 程序设计竞赛网 向全球玩家摆位台 随后陈月带领浙江大学 国际大学生 程序设计竞赛算法集训队 首次以亚洲赛区冠军的身份 参加了在美国好莱坞举行的 第27届ACM国际大学生 程序设计竞赛世界总决赛 此后每年均在亚洲赛区 一路高空摘金夺赢 连续进入世界总决赛 均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现在如果用一个词 用一个词来让你 给自己一个界定的话 你会用哪个词 比如坚强 任性 执着 你会用什么 可能比较开心 然后总跟年轻的学生在一起 然后这个环境这个氛围 都是一个很年轻的氛围 所以自己的心态也都是保持的 一直都是还没有 还不算老吧 然后心态保持的还可以 那人也都是蛮开心的 所以一个人最高兴的 就是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觉得我现在是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而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恰好还是我的饭碗 这个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你会用这个手机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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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